哈喽大家好 今天来跟大家分享的是 南花戒指拌水培 如何判断是否给水 如何给水 还有施肥 今天这个影片呢 要分四个大的步骤来分享 第一个呢 是分享我用的什么戒指 以及它的长势 第二个内容呢 就是分享如何判断是否给水 第三个内容呢 就是示范如何给水给肥 第四部分内容呢 就是一些注意事项 注意事项里面呢 会有五个方面的注意事项 我们现在就开始一颗一颗来说 首先说说我用的是什么戒指吧 面前这一颗呢 我把它拿出来是内外杯 这样子交贴在一起的 这个里面的戒指呢 就有水苔 然后呢 下面是木炭 就两样 然后呢 就分了两层 下面呢 是木炭 上面呢 是水苔 它的长势呢 上面呢 在长刺花芽 然后下面呢 长了两个宝宝在下面 三个宝宝 三个宝宝在下面 这里两个宝宝 这边有一个小宝宝 就是长了三个侧芽 它的根呢 长得还是不错的 看到没 这下面那些根都长得不错 它是内外杯交贴这一种呢 外杯我就是没有孔的 那一杯呢 那一杯呢 是自己DIY 打了很多孔 下面 大概有一寸吧 给它蓄水用的 好 我们再看下一颗 这一颗呢 就是全木炭的 全部是用木炭来种的 其实一开始的时候呢 我是准备把它水培 那个时候它的根呢 没有这么长 我这样放下去的话 它整个一株 这一颗栏花呢 就掉下去 然后我就觉得 应该跟它垫高一些 下面就加了一些木炭 跟它垫高 然后我想既然加了木炭 就一直垫高一点吧 然后它的根呢 就一直一直的这样往下面长 它的根是长得非常的漂亮 长了很多 以前的根也是多 但是呢 没有这么长 在旁边的气根也在长 还长了一个花芽出来 我们再看下一颗 这一颗呢 它的介质呢 就是那个 木炭 酥皮 好像有两颗头粒在里面 就这样子 内外杯 里面的那个杯 是有孔的 外面这个杯 没有孔 再接 它这个呢 它的根 长得也是非常的好 气根 长得也很好 上面呢 再长刺花梗 再记住看这个 这个呢 就是也是有木炭 水苔 有几颗头粒 当时呢 是在那个木炭里面 我就把它一起塞进去了 好 这个呢 它是 我是用的 最下面是用的水苔 中间是木炭 和那个 几个那个桃粒 然后最上面呢 搭了一点水苔在上面 啊 这个呢 也长了两个 宝宝在旁边 一边一个宝宝 然后上面呢 再长刺花梗 好 然后这个呢 也是另外被打交贴 但是呢 这个就悬空起来了 好 嗯 它里面的根 还是不错的 它气根 嗯 也在长 然后这一刻呢 它之前的那个 花梗呢 比较长 嗯 卸掉花那个位置呢 那个位置 开始有点 黄 我就把它剪掉了 怎么剪花梗呢 我之前有做视频啊 没有看过视频的朋友呢 可以点击一下链接 进去看一下 链接呢 我放在这个 视频的上方 这个呢 它两边都在长 刺花梗出来 好 这就是 呃 分享的 我用的是什么 戒指和它的长势 接下来呢 我们就来说 如何判断 是否给水 呃 因为这个是戒指拌水培 戒指拌水培呢 它的 呃 给水的时间 剪的时间比较长 那我们来怎么判断呢 啊 等一下 啊 首先呢 它的戒指 你要看它的戒指 呃 就是说 上面的戒指 已经干掉了 然后呢 它的根呢 有点那个 灰白 灰白的 这个时候呢 你就可以跟它 呃 加水了 啊 那个 然后下面呢 它还是湿湿的 这个无所谓的 戒指拌水培 呃 这个是 可以等它全盖 也可以等它 就现在这个样子 下面湿湿无所谓 啊 这上面的 呃 戒指 干了 然后呢 呃 根部 有点微微的 那个 发白 就可以 啊 我们再看看 那个 呃 木炭 拌水培的 这个 木炭拌水培 这个呢 它上面的根 呃 灰白 灰白 它下面的根呢 呃水分干掉 但是还没有灰白 这种情况下 这种情况下 都可以给它 加水 嗯 嗯 看它的那个 戒指上面呢 已经干掉了 然后呢 呃 大部分 大半截都干掉了 然后呢 那些根呢 在里面也有点灰灰 白白 对吧 这种情况下 就可以跟它加水 好了 现在我们到了第三点了 嗯 如何给它 嗯 浇水和施肥 稍等一下 好 其实给水呢 很简单 我就是在水浓头 这里呢 把水 打开来 啊 然后呢 就直接往里面加水 加到呢 它的水满了以后 它的水装满了以后呢 你就把它放置在那里 放个两三分钟 就可以了 它现在的水已经满了 就把它放置在一边 好 我全部都是这样子 给水 接着来加 就这样子 嗯 平常呢 我开的水会大一点 两只手 一个手拖着 一个手 在那里放 开开水 然后今天呢 我就一只手在加 所以呢 把水开的比较小一些 现在呢 这个已经装满水了 好 我们也把它 放在一边 放起来 好 好 我把它们呢 都浇好了水 放在这里 啊 我们就等它一会 等多久呢 嗯 等个两三分钟 就可以了 因为它里面有戒指的 好 好 我现在呢 等了五分钟 五分钟以后呢 就是你需要的时间以后 你就把它淋上来 把里面的水 多一点水 倒掉 就这样子斜着把它倒出来 这样子滴一下 OK 然后呢 就再把里面的水倒掉 然后再把它们两个叠起来 那这个也是这样子 把它拿起来 然后呢 就把里面的水倒掉 这样子斜斜的把它倒出来 然后再把外面这个 倒干净 然后呢 再把它叠回去 好 就抓住了 平常两只手呢 我就用一个手扶住 这个植物 然后一只手呢 就扎着瓶子 这样子倒 现在我一只手呢 我就用一个手指 在那里按住 啊 就这样子倒 啊 到了以后呢 里面流一点水 不小心倒干净了 怎么把那个水 无所谓了 再加了 再加一点点水进去就可以了 啊 这个为什么木炭半水培 要加 留一点水在里面呢 因为它那木炭不像刚才那些 里面的叶子 呃 是那个 呃 有比较吸水的 那个里面有一点水苔 这个一点水苔都没有的 啊 接下来我想拎上来 跟大家看一下 这就是 它的木炭 全部 抓住了个木炭了 这样子 啊 它的根 抓住了个木炭了 嗯 好 好 刚刚呢 是跟它给完水了 给完水以后呢 它的情况是什么样子呢 里面没水 啊 平常如果你不施肥的话 里面可以留一点点水 但是我今天要跟它施肥 那施肥怎么施呢 我已经刚刚把它的肥给它兑好了 啊 接于用量的那个四分之一 然后 然后 你就 朝着它在里面 跟它喷肥的水 喷完 喷完 好 这只呢 嗯 要松 嗯 不能太紧 嗯 围的呢 是让那个根部透气 啊 嗯 然后呢 第二一点呢 是水位不能太高 嗯 有一点水在里面就可以了 嗯 第三一点呢 是说最好是用那个 不透明的外杯来套住它 嗯 这样子呢 它的根会长得更漂亮一些 嗯 然后 不会说 长青苔呀 那个戒指里面 好 嗯 就是说 外杯呢 最好是用不透明的那一种 然后肥料的浓度呢 不要太高 因为你这样子的话 它有那个肥料水在里面 泡掉了 嗯 这个肥料水的浓度呢 我是用的 建议浓度的四分之一 啊 浓度太高呢 嗯 很容易烧根 嗯 嗯 然后呢 嗯 要注意那个 光照 有闪色光就可以了 放在 嗯 通风的地方 你不要放在那个 一点不通风的 嗯 那个室内一点 嗯 空气流通都没有的那一种 它容易坏一根 啊 好了 今天的视频呢 我们就分享到这里 谢谢大家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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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